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冰球 人们都说冰球属于年轻人 他们不服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冰球馆灯火通明 暂时震撼 速滑 急停 抢球 转身 这位身穿69号球衣的队员名叫何解放 身心矫健 冲劲十足 与他身边的队员相互配合 正在完成一次攻防转换 冰球实际上它就是把人的习惯改了一下 对人的身体的平衡越来越高 要求你反应越来越快 所以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何解放今年70岁 从5岁开始打冰球 上世纪70年代 曾作为北京业余冰球队队员参加比赛 整整65年的冰球生涯 让他成为这群人中的灵魂人物 难以想象 与他配合的队友 平均年龄已超过62岁 每个星期四晚上 这些高龄冰球爱好者 都会来一场冰上拼杀 没把还动 冰球被称为全世界对身体速食 要求最高的团队运动之一 职业球员的黄金年龄 在24岁到29岁 滑行速度高达每小时45公里 相当于百米速度仅需8秒 这比追求极致速度的 短刀速滑运动员还要快 同时球员还需要进行 身体的瞬间变相 冰球在奥运会当中的 这个昵称叫做冰上的足球 冰球肯定更激烈 也强调冲撞 强调对抗 而且你知道冰球运动 一个职业的冰球运动员 打完一场 酣畅淋漓的比赛之后 他会减重三公斤 因为会出非常多的汗 十几年前 这只名为冰上牛仔的冰球 冰球队正式组建 他们中有人曾是老师 工人 有的是公务员 画家 来自各行各业 因为冰球走到一起来 眼前的这场冰球比赛 比赛队员的确不再年轻 但场上依旧充满着 荷尔蒙的气息 跑位 传球 石球进攻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这群老人显然无视黄金年龄一说 他们坚信对冰球的热爱不分年龄 这支冰上牛仔冰球队 年龄最小的队员55岁 年龄最长的今年已经72岁了 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冰球的极限挑战 还要面对年龄带来的伤病 很多队员早已开始遭受老年病的困扰 高血压 心脏病 糖尿病 甚至癌症 我是一二年检查出直肠癌 在检查的时候又查出了过心病 刚做完手术什么样啊 我从汽车站回家走大概一站地吧 走到半截我就开喘了 就得找地歇会儿的 这些老年冰球队员对于伤病乐观豁达的态度 恐怕远超常人 虽然嘴上也说着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但从他们横冲猛撞的气势上来看 很难让人觉得是在玩票 冲撞 磕碰 拉扯在所难免 几乎每个队员都是带伤上阵 中间停顿了三十年嘛 一到兵场呢 又想做当年的动作 这小腿骨折 人家就从这一轮火轴 一下子打到我嘴上了 当时这两颗门牙给撞歪进去了 这个虎牙呢 撞蛇了 哎呀 后悔 爹妈就给这么点一口牙就给吐得冰上了 作为队长 55岁的刘蓉琪管理的就是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 既要静地而为 也要量力而行 队员们专门制定了不同寻常的规则 费用军摊 规则自定 责任自负 冰球场上的每一秒钟都变幻莫测 同时还穿戴着三十到六十斤的护具 这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来说 的确是一种对体力 耐力 反应能力全方位的考验 其中最大的考验莫过于冰球的速度 冰球球速最高可达到175公里每小时 相当于每秒飞行48米 这样的冲击力如果打在球员身上 无依具有极强破坏力 能够做play by play的解说员 国内有五个左右 确实对我们来说会是一个比较挑战的一个项目 会很难找到球在哪 那到底能不能进球 也是一个我们在场上解说的时候 比较困难的一个点 这些冰上牛仔们也许如今体力不如当年 但是技术却愈加纯属 攻防转换 传接球 场上的队员们早已形成默契 脚上得有工作 手上也得有工作 是吧 这种滑行动都得会 奔跑啊 跳跃 道滑 振滑 还有迂回什么的 打球的话最重要的是拼墨 大家的话能够有一个团队精神 同进同退 所有的坚持都源于内心的热爱 即便很难再做出高难度的动作 即便要面对伤病的困扰 但是他们对于冰球的执着与热爱 从未改变 要买一双新鞋 我跟你说 我得搁这真打 我得搁整个旁边 我得待会儿 要买个新肝 我得铲身肝 我得搁这梅会儿 太过瘾了 就是说男人应该干这个 你想我们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啊 都是喜欢冰球 终归他洗过一辈子 他不可能放你了 就是不可能放你了 打的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了 他太帅了 他太帅了